本來事情好像蠻單純的 但是我覺得警覺性不夠 問題處理的警覺性不夠 我們有哪一線是機敏的裝備 不能夠曝光的 你要有意思嗎 整個事情是這樣 三月十六號的時候 海軍中平軍界投稿青年日報 報告說運捕任務順利執行了 結果附上兩輛沒有居民的雷達車 三天之後 美國知名軍用新聞網站 就報導說 台灣國營的青年日報新聞報導 不小心洩落了 從沒有對外公開展示的 反隱身雷達系統 AIT馬上關切 現在就傳出國防部長邱國正 要來這個好好的調查 並且警告海軍司令劉志斌 這一台為什麼 標題直接下說 這叫做中國殲二十的殺手創下 其實部署是一個最高機密 所以他是海軍輔導長 他真的作為政戰 他的機敏度是不夠 對 所以這個東西是大問題 但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回來的 我們是純從科技來講 這跟軍事機密無關 其實我們一直講說 立宗戰機 大家一直有個誤解 立宗戰機 並不是像我們看科技片 突然就完全的抖棚 隱形抖棚就不見了 他是在中長城的雷達上面 你是看不到他的蹤機 或是明明是一個棒球 他卻只有五塊錢這麼小 所以讓你誤判 這叫立宗戰機 因為他是有很多雷達包 打過去之後 他上面的塗料 還有他的形狀 讓他折射之後 回來之後你誤判 他不是一台戰機 這叫立宗 可是任何一個戰機 像中國現在的殲20 號稱的F22的對手 目前大概有40架 有40架 他可以 如果他有這種立宗 然後當然我們一些短的 什麼殲16 我們都可以判斷出來 如果他是隱形的立宗 突襲台灣 或打到宮古島 對我們來講 當他其實要任何戰機 要對地面攻擊 所以他不是打空戰的時候 地面攻擊的時候 會下降到1700公尺 因為1700公尺 比如說他要偷襲 我們的總統府 偷襲我們的新竹 你說如果殲20 對台灣採取行動的時候 對 那在偷襲 我們的雷達可能在 機敏 中長程雷達 沒那麼機敏 所以這個時候 你用的是主動式雷達 它上面一定跟我們的 F16V一樣 有AGM88 這種反輻射飛彈 你的雷達不會打過去 你沒辦法判斷 他真罪 但是他已經知道你的雷達 他可以反向的 就把你的雷達給打掉 所以我們就設計了一個 就是叫做被動式雷達 它不會主動的射雷達波 但是飛機在飛的過程中 你是有電子設備的 你是有通訊設備的 你一定有些電波 微量的微電子 我們接收到 只要知道這參數 所以它是可以叫做前緣部署 放到一些野戰部署 是機動性的 所以你在飛到台北之前 可能有一段時間 我們就有這種雷達車 看到你下來的時候 我知道你要來了 提前一分鐘 馬上我們在重要地區的雄山天宮 都可以做好準備 你來你就會被打 所以這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只是說很可惜的是 我們這樣一個前緣部署 這樣一個 當你的戰機要偷偷下來的時候 被我們可以提前看到 一個輔導長不夠機密 因為你會這樣子告訴人家說 可能我們外島有 可能我們有 所以他們會不會 將來在偷襲台灣的時候 故意繞過我們本來是 你剛剛講吳湖或什麼的 會經過我們來攻擊台灣 會經過我們上面的某些島嶼 某些地方 他們故意繞到 這樣子我們這樣一個前緣部署 就會被這個不機密的輔導長 不小心給撲了光 因為重點是他布防在澎湖 那看起來這個照片出來 應該是有布防的狀況 而且這個布防結果是代表 他現在美軍的 美方的一個憤怒 也代表他說這個應該是沒曝光過的 而沒曝光過就是說 這個可能是最新的臺美之間 在這種所謂被動雷達車上面的合作 就比一二四還更先進 對更先進 那他部署在澎湖 也就是剛剛講到他的目的 其實講穿的就是 所以這張照片 可以有很多訊息解讀就對了 等於透露出了 我們有能力去預防殲二十飛過海峽中線 提早預防跟鎖定跟攻擊 如果照據傳的報導 他不只有在澎湖 還有在我們其他領導也有部署 那代表說 其實這個照片一定程度是曝露出說 我們對殲二十的掌控能力 以及這個掌控能力後面 代表說你的這個軍機來 我們是有摧毀能力 那這對中國來講是非常非常大的威脅 代表我們的嚇阻能力 已經強大到這種程度 這裡面的差別在哪裡 要抓逆中戰機 大家都想 但是中國和俄羅斯的方法是什麼 幾十公尺大的向南雷達 所以他在美濟交那邊坐 但是你一個這麼大的雷達 大家都有雷達在這邊 所以我到時候一定飛彈先打掉你 都會閃 但是我們是機動型的 被動式的 這是神出鬼沒的 所以神出鬼沒你部署在哪邊 這是絕高機密 所以這樣子他是部署 造成了美國會知道說 中國會提防 那會提防中國可能就會 甚至有一件事情是 因為他覺得我們沒有這個能力 所以殲二十有時候會飛來飛去 參數就被我們掌握到了 真正要用的是 所以最近他來我們那邊 要我揚威的時候 其實我們搞不好來偷笑 對 參數就掌握到了 參數我們跟飛一定很大一分就是要 要Catch他的參數 所以他來其實也是 自負其短 但是你告訴他我們有這個雷達 那參數可能我們要取得上街有困難 那做預防上街有困難 所以這個才是陣路的原因 但我要幫你 老師你一直舉手 喜歡做啊 因為我自己是海軍出身 我以前就是擔任政戰官的角色 因為政戰官 葡萄長來講 這是我們的業績 就是我們的工作 就是軍隊的事情記錄下來 然後把那些不機密的事情記錄下來 然後寫稿PO上去 這個長官會嘉許 我要講的是說 這個小葡萄長是沒有錯 這是他的工作 現在問題是你怎麼知道 他登到青年日報 請問你登上去的時候 那些長官是都不用尋了是不是 他3月26號就寫出來 他是隔了幾天才被轉載到 美國的那個網站上 也就是說 是美國跳腳才開始一半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這件事情青年日報是國軍 所有的國軍長官都會看到 今天你國軍在發標 然後他又沒有警覺 不曉得你在發什麼標 我都不好意思說 你發什麼標 你在那邊把海軍罵得臭頭 現在要整個海軍出來負責 青年日報是只有海軍在看嗎 青年日報是所有的國軍 你們這些長官全部都看過 然後你們也都沒有意識到 是美國抓公 以後你們再回來找海軍算帳 所以我說我身為海軍弟兄 我趕快這要幫我們海軍講一下話 不要這樣 不是 你這個角度有道理 對啊 我青年日報登了 只要是真的機敏 顯然全國法部沒有人覺得是機敏 直到美國老大會生氣 青年日報未必我們有看 但是解放軍一定看 這實在是太不謹慎了 好